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微服务领域 因为现在是比较火热的一个topic 包括在全球的各个地方 微服务 包括Cloud Native的application的design 都有很多很多的文章讨论在进行当中 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关于领域驱动设计 也就是传统大家都说的DDD这样的concept 最后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Event Driven的与Spring Cloud Stream的一些介绍 Pivotal是一家专注于云原声Cloud Native和PaaS的这样的一个公司 所以这个今天我的topic主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是以这样的思路 Why What和How Why就是我们为什么在当前这个时间点 这么多的公司都在做这个所谓云原声和微服务的这种转型 我们叫做Digital Transformation 那么同时呢 What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在这个Cloud Native和Digital Transformation的这个过程当中 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点 需要大家一起讨论的这个topic 那么最后我们看一下Pivotal 包括我们在领域当中的这些好多好 包括今天在座的我们很多的演讲嘉宾 怎么和大家一起来去做这样的事情 前面这块我就快快地过一下 Pivotal大概有两个主要的 这个其实跟广告无关啊 这里面下面这一点就是Pivotal有的在座在笑 其实确实是这样的 Pivotal实际上是做开源的 它的所有的软件 你都不需要从Pivotal购买 你可以拿到它的原码的 比如说左下角的Pivotal Cloud Foundry 你可以到Cloud Foundry这个社区里面 在Github上面拿到它的所有的原代码 去学习和使用 如果大家对PaaS这个领域 PaaS这个领域有所喜欢的话 大家可以到Cloud Foundry这个社区 去直接去拿到它的原码和它相应的Documentation 然后左上角的是Data Suite 也就是说数据套件 数据套件也是同样的道理 Pivotal是做这个Cloud Cache 数据上面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Cloud Cache 就是大家在做这个 不管你是在做传统的应用 比如说我们的Radius 这样的类似于Cache这样的机制 还是我们其他这种商业的 我们叫Dreamfair这样的Cache的工具 和这个套件 实际上这是整个我们数据领域 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方向 另外同时呢关于MPP 就是大规模的并行运算 这块Pivotal是专注在这个领域 已经很多年 有一个产品叫Greenplum 当然也有对应的开源版本 所以总结一下 就是我们右下角的这个部分 就Pivotal实际上是 主要是做开源软件的 同时提供这种 所谓商业的产品支持 它的所有产品右下角 我们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当然Sprint的 比如说我们的Josh Long 在跟大家一起分享 他本身也就是Pivotal公司的员工 所以说整个Sprint社区里面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Pivotal贡献了 非常非常多的自己的工程师啊 包括自己所有的源代码 推动整个行业的向前发展 那么同时刚才我们说到Greenplum 在Database MPP领域 然后Apache的Jildo 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Dreamfair 原来的Pivotal自己的产品 叫Dreamfair 它在全球大型的 尤其是在银行电信领域 有非常非常广泛的应用 当然还有很多 比如说我们的Radius RabbyMQ 这后面都是Pivotal的这个影子 当然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topic 是关于云渊生 和Cloud Foundry相关的部分 那么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就是为什么企业要做 在这个当前的这个时间点 要做云渊生 要做Digital Transformation 实际上这张胶片 实际上是来自于Google的一个调查 Google在做云这个领域 在做Enablement的时候 请了第三方 专门请了很多第三方的机构 去来给大家去搜集和整理 做了很多Research 我们当前企业 它的业务系统 面临的最主要的 Top 3的变化和挑战 都有什么 那么上面这三条 第一个 速度 就是Speed 这个速度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个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今天业务系统上线的速度 与以往大不相同 尤其我们受到互联网的冲击 大家回想一下 我们一些网上银行的系统 我们装一个APP的客户端 装一个APP的这个 Apple的 在Apple Store里面 你下载一个应用 安装了之后 你会发现 每隔 一周或者两周 这样的时间段 我们叫Cadence 你就会发现 它会有很大的变化 它的一些功能会改变了 增加了很多新的feature 甚至于它的很多bug 你原来发现 你上一周还在发现 当你下一周再去查的时候 你会发现bug 已经在你无感的情况下 已经被fix掉了 我们所说的这speed 速度和原来大不相同 它的更新迭代的速度 服务上线的时间 无感值的升级 所有的这些速度 大家想一下 回想一下 你身边发生的这一切 那么第二点就是说 我们在刚才提到很多 关于虚拟化呀 云的一些topic 我们说在今天这个 虚拟化的 这个大的环境里面 我们说容器 几乎生活在大家的 方方面身边 方方面面 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 这种银行的系统 我们很多的客户 来自于银行的客户 实际上已经把他们的 核心业务系统里面 我说的是application 当然刚才说的 database部分 我们的客户里面 确实还是比较 采取比较保守的 这种观点 但是在业务系统的 application层面 确实有很多的 这个比例 已经逐渐地迁移到 我们的 语言上面去 虚拟化上面去 甚至于容器上面去 容器的数量正在 比这个 所谓的虚拟机的 我们说虚拟化的 第一个层次 先把它迁移到虚拟机上 watching machine上去 那么比这个虚拟机的数量 已经说有百倍的这种 数量级的变化 好的 我们说有了速度的 这个变化 那么同时大家想象一下 我们有这样快速的变化 我们的应用要 无感知的上限升级 那么一个应用 可能被拆分成了 三个五个甚至十个 我们所谓的macro service 大家想象一下 这个几何 这个成的这个变化之后 我们这种所谓 端到端的管控 我们每一个应用系统的 你的安全 security的升级 如何去做呢 就刚才提到的 我们难道是一个一个的 去登录到机器上面 去一个一个去做吗 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所以端到端的管控 和安全 是我们所说的 第二个非常关键的 面临的问题和挑战领域 那么最后一个 当然我们所有做的这一切 归功到底 归结到最后 肯定是希望在成本 优化上面 包括在我们生产力上面 有所收益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Top 3的速度 端到端的管控 包括安全 以及我们的成本优化 这是我们来自业务的挑战 在这个同时 我们发现 我们现代的IT系统 也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 我们说从最初的 这种软硬件结构 我们把我们的一些应用系统 逐渐的不再是放到 我们的小型机上面去 专有设备上去 用我们X86这样的 我们所谓的商业的 通用软件 通用硬件 去承载我们的云的系统 那么在这个之上 我们开始跑我们的虚拟机 我们的容器 在这个过程当中 云计算的发展 大数据的发展 大大的推动了我们 整个应用系统的变化 那么最后 随着所有这些云啊 大数据这样的发展 我们大规模的 分布式的计算 我们想象一下 这种Hadoop的集群 到我们今天的 所谓的微服务的集群 已经和原来的这种 所谓单集群 或者是小型规模的 集群的这种管理和管控 已经完全不相同了 所以从这张我们可以看到 从我们的软硬件 捷偶到我们的虚拟化 云计算 大数据 以及大规模的分布式计算 整个IT系统的技术 也在不停地 向快速地向前发展 那么回到我们当 今天的这个主要的主题里面 说到的 原生和微服务的这个领域 大家刚才也经常在讨论 我们说这个单体的应用 和我们的微服务架构的 这个应用到底有哪些区别呢 我们通过下面这张图 这张表格总结 可以清晰地看到 我们一体化的这个架构里面 我们说很多的应用 是不可再分的 我们整个系统要么一起升级 要么一起停机 要么整个应用挂掉 而与此对应的 微服务部分 我们可以想象 在前面这张图里面 我们看右下角这部分 我们的订单系统 用户的管理 配送 服务目录 和我们的账务系统 我们已经 如果已经拆分好的微服务 是按照这样的 每一个可以独立地 上线升级 甚至于可以scale out 也就是说扩说容 刚才我们提到的 可以起它不同 多个的应用实力 我们在想象 假如说我们的一个用户 用户管理系统里面的 注册部分 不能用了 它这个服务已经挂掉了 那么 已经注册过的用户 你就可以在 完全不影响 整个服务下订单 进行配送 以及我们服务目录管理 甚至于账务 也就是说 它仍然可以下单 可以再通过网上购物 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我们说微服务架构和 一体化架构 它的一个典型的差别 那么回到这个表格里面 松偶核和频繁的 迭代的部署 这个应该大家也 可以非常容易地理解到 我们微服务化了之后 这样的应用系统 拆分成 N多个小型的服务 每一个服务 它有自己的life cycle 可以进行life cycle的management 那么它一定会有 更高的可伸缩性 可扩展性 也同时还有一点 微服务之间 是开发语言 无关的 也就是说 你每个微服务 都是通过http啊 REST啊 这样的API 来进行互相调用的 他们之间 每个微服务 自己内部 是可以用不同的语言 去实现的 还有一点 刚才提到了SOA service-oriented architect 实际上 SOA里面有一个 比较大的特点 大家回想一下 如果做过SOA 这样的系统的时候 它里面一定会有一个 集中式的 所谓的企业服务总线 ESB Enterprise Service Bus 这个Enterprise Service Bus 正如这张图里面 这个指挥家一样 它做整个系统的 orchestration 也就是说 由它来整个控制和管理 我们企业业务系统里面 这些不同业务之间的交互 他们这些业务之间 是相互依赖的 那么与此相对应的 我们说 微服务架构里面 我们所有的集成 都是轻量级的 HTTP的 REST的 那么服务之间 是送偶和的服务关系 每一个都可以 独立的部署 它更像于 左边这张图里面 每一个独立的舞者 他都可以自己的 完成自己一个 独立的工作 大家如果有 UNIX的这样的 工作体验的话 一定会想到 我们UNIX里面 这个pipeline的概念 我们说 基于pipeline来分割的 每一个小的业务系统 每一个小的命令 你都可以独立的成型 但是你也可以通过pipeline 打包成一整个的系统 完成一个 可以说 甚至于等同于某一个script 这样能力的 这样一个功能 有了这个例子 大家可能更容易去理解 Micro Services 与我们所谓的 SOA之间的差异 下面说两句 这个CNCF 大家经常听到 这个CNCF 就是Cloud Native的Foundation 这个现在非常非常的火 包括我们K8S Kubernetes 这样的社区 实际上都是 在CNCF这样的主导下面 在快速的向前发展 那么CNCF实际上是 把我们现代目前的云渊生 通过它多年的这种 不断的积累和迭代 总结成最新的版本里面 是这样绿色部分 右边绿色部分的 这样一个总结 几大技术包括容器 刚才我们提到的 Service Mesh 服务网格 微服务 不可变的基础设施 以及声明式的API 这样的几个技术 那么它最终的目的 就是为了 让我们的云渊生技术 使工程师能够 非常轻松的 对业务系统 做出频繁的改动 可预测的重大变更 我们刚才提到了 关于现在业务的 挑战与变化 我们技术的快速向前发展 其实大家想象一下 这里面一个要真正解决的 和我们开发者相关的 一个最实际的问题 是什么 是我们的开发者 不应该把你的 大量的时间 花在我做系统的 configuration 做我的upgrade 而应该把你的时间 更多的花费 其实这个Google 也有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调研 就是说一个developer Java的developer 他又花每天的工作量里面 花了多少时间 在真正的 code delivery上面 实际上这才是大家想象在座 如果是都是Java community里面的成员的话 大家更应该容易理解 我们更希望把通过 借助于工具 把我们其他不相关的工作 都给take up 同时使我更多的精力 focus在我的业务代码 大家注意 这里面并非无效代码 而是你的业务相关的代码 这样的交付上面去 这是我们整个cloud native里面 包括CNCF里面的 一个主要的中置 那么实际上在几年前 因为Pivotal一直在做cloud foundry 就是在做这个PaaS 这个层面的工作 所以在这个领域里面 其实PaaS 包括我们后面说的 container service CaaS 其实都在试图 为我们的developer 甚至于我们的operator 来解决刚才我提到的 这两个问题 中上我们说云原生架构 那么这是大家说 云原生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知识 技术点 那么做一个总结 这张胶片是来自于Pivotal 被很多引用的一张片子 技术总结成四个要素 左边 微服务 Micro Services 容器技术 container 同时我们要有CICD Developes 整体来完成我们 Cloud Native的application的构建 那么用一句话来总结 就是借助于平台和工具的 全面自动化能力 注意这里面非常强调的 automation 并且是跨多云 去构建你的微服务 我们最终的目的 还是要落到最后一句 持续地交付和部署 你的生产系统 就跟我们早上 Josh Long在提到的 你的demo code和你的production mode 下面的运行和部署 可能还会有很大很大的差异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同时我们刚才提到了 Developes和CICD 我相信在座各位 如果你每天在交付代码的时候 可能公司里面都会有一整套的 这种持续集成和开发的系统 那么这套系统是至关重要的 包括在我们 Move Forward 到下一步的时候 我们在我们的Cloud Native的 Application的构建的里面 包括我们微服务的构建里面 大家就会越来越深地体会到 Automation CICD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工具 如果没有这套整个打通的工具 和Pipeline的支撑 我们很难做到 对于N多的微服务的管理和控制 就像我们第一章里面提到的那样 那么这张图我们看 从我们的一个代码 一行代码在GitHub上面提交 到我们CICD的 包括我们用Concours Jenkins这样的工具 完成我们的Continuous Integration 同时进行代码入库 最终推送到我们的 比如说像以这个Cloud Foundry 这样为平台的PaaS系统里面去 部署我们的生产 或者是我们的开发测试环境 整体形成一个我们所谓的 闭环的管理和控制 所以DevOps和CICD的工具链和生态链 大家需要持续的关注 并且使用 所以我们刚才看到 我们在做Cloud Native 和我们所谓的Micro Services的 Designing的时候 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如何的集中 刚才前面也讲到 我们如何的去把我们分布 在不同的容器里面的这种Log Matrix 我们怎么样去管理 怎么样是集中的去管控 所谓的我们的日志的集中管理 那么API的网关如何管理 还有全链路的 你多个微服务之间 全链路的这种跟踪和管控 我们想想一个 单体式的大型的应用系统 你分解拆分成 比如说几十个微服务的 子系统的时候 那么这些子系统之间 是什么样的关系 出了一个bug 我们如何从源头一直追溯到 它其中的那个错误点 整个这条全链路的跟踪和管理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管控能力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 为什么你通过类似于 不管是Cloud Foundry这样 PaaS平台 KPaaS这样的 基于Docker这样的容器平台 来进行管控 为我所用 那么接下来这几页呢 我快快地过一下 就是Cloud Foundry 这个PaaS平台 它是包括 像Pivotal Cloud Foundry 它是包括PaaS 就是Application Service 专门管理和控制 应用的生命周期的 PaaS 就是PaaS的Container Service 这是与Google合作 我们是Google 第一家商业化的 Cubernetes的这种提供商 Pivotal Cubernetes Service Container Service 然后还有将来的 Function Service 也就是说Serverless 这样的三大 主要的产品平台和套件 同时提供Marketplace 大家想象一下 Pivotal原来我刚才提到 在Radius啊 类似于RebiMQ啊 甚至于MySQL里面 都有在社区里面 非常非常多的贡献 Pivotal都通过 Marketplace 提供到这样的平台里面来 大家可以在调用 比如说Radius的时候 一个Radius里面的集群 可能有三个五个 甚至N多个 这样的节点的时候 你如何管理 这样的Radius的集群 在你的生产环境里面 实际上是Cloud Foundry 这个平台 可以帮助大家去管理 和快速地交付 这样的集群 当然底层通过Boss 这样的嵌入式的系统 可以完成对 比如说我们这个 Winware的私有云 对于AWS啊 Azure这样的公有云 甚至OpenStack Based这样的私有云 去进行整体的 所谓的跨多云的管理和控制 这是一个逻辑架构图啊 就是Cloud Foundry的 Pewto Cloud Foundry的逻辑架构 我们看第一步 我们的容器的编排里面 可以提供容器的调度 包括路由啊 日志啊 甚至于多集群 多租户的管理和控制 包括我们对一些 操作系统的Hudson 那么有了这些 基本的容器的能力之后 我们通过 Application平台的这个 PAS平台的这样的能力 更多的去提供 我们刚才提到的 全面的日志管理监控 包括指标的采集 多租户的管理 等等等等 包括我们像对于 多操作系统 Windows Linux 在我们和Pewto这公司 和微软一起来 共同合作 对于微软 就是Windows这样内核的 这个容器的支持 提供了很强的帮助 这里面 contribute了很多的原代码 包括对于Java Dotnet 这样的整个两个 不同体系的这种 开发环境的这种支持 当然所有刚才提到的这些 都是在我们的社区里面 能够查到的 最右边我们说 有无服务的计算和支持 包括我们的Marketplace的 整个的支持 按照这个图的理解 就是从第一点 从多云的集成的 多云的IS平台的集成 那么到上面 我们提供整体的Path和Cast 这个平台的能力 再往上我们刚才提到的 云渊生的开发和应用的支持 有Sprint的framework 有对于Dotnet领域的SteelTone的 这个framework的支持 大家如果有在座有各位 有Windows领域开发的 包括一些微服务的架构设计 可以去关注一下 这个SteelTone这个社区 和项目 然后我们集成CICD的能力 最后交付我们说 能够全面的管理和控制 我们从安全到应用的 全生命周期的管理 那我们刚才提到了 除了对于这个平台 和工具链的这个支持 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 在我们做Digital Transformation 或者是我们应用 迁移的过程当中 我们传统的应用 到底应该怎么样去 迁移到我们所谓的云 基于云的Cloud Native 这样的应用呢 变成这样的应用 甚至于我们要做 哪些redesign呢 其实Pivot是有一套 Pivot Labs有一套 整体的这种 我们叫做 Appication Transformation Service 它会根据 大家所在企业的 应用转型里面 通过这个Flanel的概念 从刚才我们说的 从业务和技术两个层面 去帮助大家选取和分析 你的哪些应用 哪些单体应用 是适合和能够 比较快速地迁移到 我们所谓Cloud Native 这样的平台上的 而哪些是可以相对 放后面一些的 那么同时还会给大家 进行这个 我们所谓的 Road Map的定义 就是说和大家 去一起来定义 我们应用迁移的 这个整个的 生命周期的计划 注意这个过程当中 Pivot是会 Pairing 因为Pivot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 它会把自己的 开发的工程师 包括我们的架构师 派到我们的客户现场去 和客户一起来 交付我们的服务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 遇到所有 尤其大型的 这种企业里面 非常愿意和 愿意接受和欢迎的 这样的一个服务方式 下面这几页 就是我就不在这里面 细细地给大家去过了 比如说在我们 在做交付这个 刚才说的 Application 的Transformation 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会按照 这样的规律 比如说和大家 先进行基础的 现存的这种系统的 文档化和梳理 那么同时通过 EventStorming 这样的方式 来去分析和评估 我们典型的 两到三个 这样的应用系统 来去利用我们的 Industry的Best Practice 去把我们的最佳实践 应用到这样的系统当中 应用系统当中 去生成我们的产品路径 通过一个时间的分析 我们会引入 全球的这 Global的这种 专家Expert 比如说我们 Sprint的社区里面的 很多专家 会引入进来 包括我们的架构师 来一起分析和产生 为客户交付的这种 推荐的架构 转型的路径 包括我们产品路径 这样的一个服务 这是我们不久前 交付的一个项目当中的 一个例子啊 就是会和我们先做 C4的这种 Modeling 同时通过EventStorming 类似于把我们的 不同的这种 业务系统之间的 这种关系 它的API调用的职责 分析的非常清楚 定义我们的 Bundle的Context 最终产生 我们右下角的 这个产品的 整个的路径 交付的路径 比如说我们 EventStorming 会标识出 所有的Domain 就领域驱动里面的 Domain Events 一会儿我会给大家 去讲解这个 Domain Events里面的内容 然后呢 去划分出 我们的Bundle的Context 这个大家如果 要是对DDD 这种Domain Driven的Design 应该就会比较熟悉 这个里面的一些概念 后面我会给大家 去简单地进行解释 然后定义出 我们系统的 这个接口和调用关系 包括我们的UI 是如何去界定 最后去Create你的Backlog 就是生成我们的 整个Product的Map Road Map 所以大家会发现 我们整个的过程当中 会比较强调 你拥有平台的 这样的工具链 这样技术上面的 基础能力 同时引入一些流程 和文化的这样的理念 共同地去完成 你的整个的 我们所谓的企业的 现代化的转型 后面这是我们的Partner 就是合作伙伴 好 下面 我再花一些时间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云原生微服务架构里面的 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领域驱动设计 我们所谓的DDD这部分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Event Driven的 这个Design的这种方式 大家说微服务架构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特点 包括我们说模块化 然后职责的划分 然后有很多 每一个微服务都可以进行 独立的升级啊 管理啊 Life Cycle的Management 等等等等 包括我们持续的集成 自动化的测试 这个里面 我就不跟大家 一一去讨论了 那么大家看一下 我们总结一下 微服务设计里面 核心的几个要素是什么呢 我们说第一个 业务的扩展性 和它的并发性 并行性的控制 那么同时呢 最终我们的目标 大家回想一下 我们是为了满足 业务的快速变化和挑战的 也就是说 快速迭代和部署 是为了满足 这样的需求 来进行设计的 这个理念当中 我们会用到 下面列到的 几个大的方面 第一个就是 DDD领域驱动设计的 这样的业务模型 驱动的这样的方式和方法 那么同时呢 扩展性 可以借助于我们 右边这个图形里面 这种立方体模型 也就是说横向 我可以把我的应用系统 扩展到任意多个 Instance Application的Instance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需要把你的应用 尽量地设计成Stateless 也就是说 无状态的应用化的改造 大家应该有这个概念 就是Stateless和Stateful的 Application的不同 那么纵向 我会把我的应用 进一步分解为 不同的微服务 也就是说Functional 你会进行一些拆分 同时我要进行 数据的整个的分区 也就是说 大家如果熟悉的话 做数据库的话 常见的数据的分库分表 对一些专有的领域里面 比如说我对于客户的管理 可能对于 分库分表的需求 并没有那么大 但是你对于订单的处理 订单状态的管理这部分 可能当你并发性非常高 数据量极大 变化非常快 这样的数据 可能就要引入 分库分表这样的概念 一会儿我会有一些讨论 跟大家 那么最后 我们用C4的模型 就contact contact 就上下文 container component和code 这是一个顺序 一套流程 来去完成我们 这个微服务设计 整个核心设计 这四个里面 我们会发现 你会 在这过程中 大家可以借助于我们 包括社区也好 或者成熟的厂商也好 利用这样的能力 去enable你自身的 应用系统的设计 那么下面我们看一下 关于DDD这部分 就是领域驱动设计 这部分 其实DDD里面 大家如果看过一些 相应的文章的话 里面有两个 比较关键的concept 第一个就是领域 所谓领域 其实一定是一个 special的domain 就是说一个特质 某一前 情境或者是contact 下的一个domain 也就是说 当你说某一个 关键词的时候 比如说atom 那么这个atom 对于业务人员来讲 它是一个 比如说是指的一个物品 还是什么 而对于我们的开发者来讲 可能指的是 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大家就会注意到 在这个过程当中 第二个非常关键的点 就是我们在做 整个上下文的领域 界定的时候 这个时候要用一个 非常关键的概念 就是说 你的开发者 和你的业务的人员 要用我们所谓的 同样的term 就是说你的领域 术语的统一 实际上是 大家回想一下 在经常会发生的 就是我们开发 和我们需求人员 说的不是一个事 一个非常简单的item 这么一个名词 可能在不同人的眼里面 在不同的contact下面 它表示的意义 是完全不同的 这就是DDD这个 领域驱动设计 引入的第一个 最重要的目的 当然同时 它还会引入一些 类似于聚合啊 聚合根的概念 聚合就是把一些相关的 我们有内聚关系 比较紧密的对象 形成一个集合 统一地进行管理 它的生命周期 包括它的transaction 那么它就是一个 可以修改的数据的 最小的原子单元 同时我们每个聚合当中 会定义一个聚合根 就是根对象 就是root 那么这个聚合根呢 它就是一个 可以管理它下面的 子的对象 就是subobject 这样的一个概念 聚合之间的交互呢 都是通过聚合根 来去完成的 也就是说一个子的聚合 它不会直接 对象 它不会直接去 发消息 或者是修改 另外一个 聚合里面的元素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经常会用到 我们所谓的 CQRS 就是command query的 responsibility 的segregation 就是说 其实大家如果把它 翻译过来 大家比较好理解 可能会 经常都会用到的 就是说 读写分离 这样的理念 我相信大家肯定 做Java开发的 很多都在用 在你的 应用系统的设计里面 读写分离和DDD 它之间没有原则上的 依赖和绑定关系 就是 CQRS实际上是一个 相当于 大家可以把它 想象成为 设计模式里面的 一个工具 就说你把你的 对于频繁修改 同时又有大量的查询 两种需求 这样 类似于这样的 应用系统 或者是一个 组件和模块 把它分开成为 command 也就是说命令 就是说命令式的 这样的 一部分 也就是说你可以把它 想象成是write 这部分 同时有query 就是单独的写的 这部分 把它拆分出来 就是我们右面 这张图 左边 command side 和右边的query side 这样的话 我们说 可以带来的 直接好处 就是你的读和写的 性能之间 没有互相的影响 可以更快地去处理 你的读写的 不同的场景 这个我们在 实际上一些 比如说在处理 这种票务系统 包括一些在线的秒杀 这样的应用的时候 如果在座有互联网 应用经验的话 一定会有一些 好的经验 在这个CQIS 这样的使用里面 实际上是业界比较 非常多广泛采用的 这么一个工具吧 这个CQIS的分解 大家可以看到 一个UI系统 上面我们一个command 来了之后 到发送到我们的 command handler 这边来 他会快速地做 这个persist的state 就是说把我们这个 相当于我们做的 每一个事件的event 会store到我们的 event store system里面去 在这个同时的过程当中 他会publish 我们当然可以采用 这种pub sub这样的模式 这个比较推荐的 一会儿我会讲到 pub sub这样的方式 会把这个事件 publish出去 这样的所有的subscriber 都会快速地接到 并且处理我们相应的事件 那么事件被update到 我们的query data store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面有两个 不同的data store 这个时候在查询的时候 你就没有必要 每次去我们的主库 比如说去查去了 你就可以在你的query的 data store里面去查询 你相应的变化 这里面大家有没有想到 就是event handler处理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 延时的问题对吧 就是说你的每一个更改 这时候它可能会不在 同一个transaction里面了 这个transaction 我们就不是强一致性的transaction 它可能就是一个 我们所谓的最终一致性的transaction 这个是需要你在做design的时候 会进行一些design上面的 考虑和技巧的 所以我们说CQIS 通常会与我们的event sourcing 这样的模式 进行联合的使用 这个里面 大家直接看右边这个图 比较容易理解的 就是右边这个shopping card 的这个event 也就是说 无论你是买了两条裤子 还是买了其他任何的帽子 这样的商品 我event第一件事 就是原封不动地 按照事实和发生的先后顺序 把你所有的事件 全放到event store里面去 这个大家有没有想到 就和我们原来传统的 分布式数据库里面经常做的 做这个transaction log 非常相似 它就相当于 先把你的这个transaction里面 做的任何事情 全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 这个同时 我们用事件回溯的状态 这样的机制 流处理的机制 会把我们的状态 同步到我们的 存储状态里面去 这个存储状态实际上是一个 你看它把 无论对于 比如说裤子帽子 这样的操作 做了多少条 它会进行一个aggregation 聚合之后 形成一个状态的 最终状态 记录到我们的数据库当中去 这是我们说 CQIS经常和 event sourcing 联合使用 大家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慢慢地去体会我这张图 这里面 如果中间这个event handler 你当然可以不用 pub sub这样的 event driven的 这样方式去处理 但是如果使用 这样的方式的话 会使你的整个系统 你的并行处理能力 你的稳定性 你的各方面的 事件的处理 更加的 对这种高并发的状态下 更加的游刃有余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event driven 包括我们的工具 Sprint Cloud 因为我们今天 很多topic在讲Sprint 那Sprint的里面 我们说Sprint Sprint Boot Sprint Cloud 这样的一个流程下来 在Sprint Cloud里面 会有一个工具套件 Sprint Cloud Stream 它实际上就是专门 给大家做这个 event driven的 这样的工具 一会儿我会给大家 简单介绍一下 Sprint Cloud Stream 那我们在做 event driven的时候 一个非常重要的 要解决的问题 就像这张图一样 我们当我们做 微服务的拆分 包括我们不做微服务 就是你做一个 传统的application的时候 你会经常会遇到 我们的一个 customer的service 会调到 或者被其他的服务 N多个服务 互相产生调用 那么这个时候 当你服务越来越多 当我们后面 做macro service的 拆分的时候 你越来越会发现 这样的问题 集中的出现 那么大家回想 我刚才那个 指挥家的那个例子里面 就像我们的 以前的以往的 SOA的这样系统 你总有一个 因为你一直有一个 oxtrator这样的 role在发生作用 所以我们想法 就是第一个 把这样的role去掉 变成我们 customer service 它只是一个 publish的这样的能力 我把我的业务 公布出去 声明出去 而其他的 所有的subscriber 你直接去调用 我的这个publish的 消息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如果借助 类似于 Spring Cloud这样的 event driven的 这样的方式和工具 会有很多好处 我们先来看一下 Spring Cloud Stream 它这个 几个重要的原语 第一个 我们说 它会进行一个 bounder的抽象 这个bounder 大家看右边 这张图里面 它一个最重要的能力 就是将你的 middleware 和我们的应用的 application的call 进行分离 举个例子 middleware 刚才大家看到 有类似于 卡夫卡 类似于 RebiMQ 类似于这样的 消息队列 消息机制 处理能力的 middleware 那么通常来讲 你的业务代码 都会去调用 它这样的 middleware的API 来去完成一些事情 工作 所以我们第一步 要做的 通过这个bounder的概念 大家可以很 很容易地想象到 你通过这种 声明的方式 就可以 使我们的应用系统 和我们的middleware 进一步地解误了 这是它的 前面的第一个能力 那么第二个 它是持久化的这种 订阅发布的模型 这个大家应该 比较容易理解了 就是它是通过 PubSub这样的能力 如果用过这个 RebiMQ啊 或者卡夫卡的同事 朋友们都会 比较了解 这样的使用 使用方式和理念 同时它还提供 类似于 进一步提供 这个group的概念 我们说 当你的消息 你的macro service 这个service的个数 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们希望把这个service 进行进一步的拆分 有一部分 比如说我一个service 它可能有n多个instance 我一个application 它有三个instance 所谓的这个实例 它完成的是同一个功能 那么这个时候 我就可以把它放到 同一个group里面 这个同一个group 就会快速地 去帮助你 把这个消息 对列里面 消息进行维护 也就是说 我发布一个消息的时候 使你在这个group里面的 subscriber 至少有一个subscriber 能够收到这样的消息 如果收不到的话 我就一直帮助你 去维护你这个消息的 在对列里面的生命周期 那么最后还会提供 我们类似于partition的概念 这个partition 如果大家做这个卡夫卡的时候 卡夫卡里面的topic 是可以进行partition partitioning 那么但是 你要熟悉rebitmq的话 它就没有这方面的支持 所以我们springcloud stream 它做的一件事是 在语义上面 同时支持不同的partitioning 那么这个时候 真正的使你的底层 用什么样的event driven的 这个工具和middleware 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了 所以就进行了进一步的geo 刚才我提到的好多概念 包括我们的DDD 包括我们的event driven的design 包括我们的micro service的 这种理念 大家都可以在下面的 这个reference里面 去找到 当然这里面有一些是一些书籍啊 就是从AWS上你可以直接查到 都是非常经典的 大家如果去查一下 search一下 那个名字就会发现 比如说有的是这个 马丁弗勒他们去写的一些书 都是在某一个领域非常有权威的 包括经历了几个版本的锤炼的 这样的书籍和link 我分享给大家 大家如果有时间和兴趣的话 进一步去查询和学习 这个里面这个事例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有一个source和think 大家回想刚才那个前面的那个图里面 我们把一个应用和 把application和我们底层 两个应用之间的这个能力 通过这个binder进行分离 分离完了之后 就会有相应的通过这个middleware 比如说我们这边用rebitmq 来去完成从source到think的消息的交付 好 这是我今天这个讲解的部分 下面花两分钟给大家看一下 和快快地过一下 因为时间关系啊 快快过一下这个 一个从source到我们一个think 这样的一个程序 这个程序在我们github上 都是有公布出来的啊 大家可以去查询它 我这边有一个hellosource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hellosource这样的程序 它里面我们看 我在本地起了一个 通过sprintrebitmq 起了一个本地的rebitmq 这个就跟我们前面的朋友分享的一样 是一个我在本地的docker里面 起的这么一个rebitmq 起在本地的 然后呢 然后呢 我这里边还有一个think think就是说我们这个接收方 这个里面大家看一下 spring cloudstream 它其实bunding的时候 就需要指定一下 你的destination是什么 大家共同去bund到一个叫hello的 这样的一个destination上面 然后里面有一个group 叫printer 这个里面是我起的 这个叫darker run的 这么一个rebitmq 叫somerebit 这样的一个rebitmq 它是起在5672 这样的端口上面的 下面我们起source和think 这是我们的hellothink 它已经起来了 起在8082这个端口上面 这时候我们再把我们的这个source 起起来 这个代码非常简单 就是我们发一个消息 hello这样的消息 在think这边就会收到 并且去打印出 它这个收到的这个信息 和我们加了一个时间戳 我们看 这个就是我们在source里面发的 然后在think里面收到 received from Patrick hello 这样的一个 加了一个时间戳 这样的一个消息 这是一个简单的 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不给大家去 去展示更多的内容 它的原理就是我们在 接收端写一个相应的 接收的处理代码 当然你会去通过实现这个 think这样的input 这样annotation的interface 通过stream listener 去来接收这样的内容 我们看刚才讲到了 在config文件里面 application的properties 这样的文件里面 你只需要指定 你的destination和group 当然你还可以进一步去指定 你的partition啊 这样的能力 因为在本地呢 我就用了本地的这个configuration 如果你要是放到云端的话 这一部分甚至你都不需要 比如说用pass平台 你只需要指定一个pass的 service的name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在我们的云化里面 一个最重要的不同是 你可能很多的内容 包括我们放到这个gcp里面 很多的用的service 都不需要用 我们的具体的这个域名啊 加上我们一个ip啊 pot这样的能力 而是用一个service的name 你就可以连接到我们后台 已经生成了的这样的 做好了这样的一个service里面去 这样的话 ribiMQ这样的一个集群 比如说它要高可用 几个管理master节点 几个sliver的节点 这个你都不需要去管理 它的生命周期也不需要你的管理 这个就是整个的 今天我要给大家进行分享的内容 好的 再次感谢大家 希望我们会后有更多的时间 和大家一起来讨论和分享 相应的event driven design 这样的理念和内容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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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